Alan 教历史 考试不会死 考试了啦 好的,所以各位 终于来到这个人见人爱 车见车载花见花开 大家最喜欢的这个 Alan 老师的教学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教学呢 是关于到 将将将将 是关于到Fone 5的 Pertabirran Barat di Sava dan Sarawa 是的,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沙巴跟沙老月的历史故事 好了,这一课也是相当长的一课 同样的老师会一如既往的跟着我的风格 尽量的废话少说 虽然我的话一直都是废话 好啦,所以我就废话少说了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一课基本上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 沙巴跟Sava会发生的事情 OK,这里有一件事情要稍微跟大家讲 因为Alan 老师很少用自己的教材 那么老师都是从各大网络 各大地方哦 我们来满街去找不同的教材来教大家 所以你看我的教材 有时候是黑色的 有时候是彩色的 有时候是没有颜色的 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呢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的粉丝团 免费拿到很多的笔记的话 记得要去拿 同样的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 你想要参与老师的线上课程的话呢 老师都欢迎各位大驾光临 好的,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了解的是5.1哦 5.1呢是关于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呢 在沙巴跟沙拉越的背景哦 在沙巴跟沙拉越呢 呃都有非常棒的这个风土文情 他们拥有自己的政治系统在呃 呃外地来管理他们之前 那么比较起马来西亚其他的呃 周数啦 那么沙巴跟沙拉越呢 会更加有系统化 就是在欧 呃这个英国啊 还是别的国家来占领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 Pertapieran 就是他的政治会比 其他的国家更加好 那他的政治体现在三个地方 那包括了Economy经济 Pertapieran是这个 所谓的呃 Economy经济 Social 呃这个社会跟Politics 是政治的哦 OK 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沙巴跟沙拉越更加的不一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实在沙拉越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呃 政府的包括了这个 沙拉越 Kalaka跟这个 沙曼东跟 Melano OK 这些地方呢 都是在沙拉越的一些地方啦 好 来我们先来了解呢 有几个在沙拉越比较厉害的东西哦 包括了System 哥苏古湾 哥苏古湾就是部落系统 哥苏古湾来写起来 哥苏古湾是部落系统的意思 OK System 哥苏古湾 那么在沙拉越呢 我们有几种部落 包括了 一般比达有更亚更加拉比跟改亚 就是有五大的族群哦 包括了一般比达有更亚更加拉比跟改亚 OK 真的是这样翻译吗 我乱乱翻译的 哈哈哈哈哈哈 OK啦 基本上就有五大族群啊 然后呢 他们有不同的这个信仰咯 在早期沙拉越 他们很注重个人信仰的 然后还有呢 这个断辱玛呢 OK 这里你们要记得几个东西 很简单的 在沙拉越的部落系统 我们总共有五个部落 包括了一般比达有更亚更加拉比跟改亚 OK 这时候你们要记得一个东西 就是在一般 一般他们称他们的领导者 叫断辱玛 然后呢 他们就把 然后他们沙拉越啦 看那个老大啦 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定的 不是传宗接代的 就是讲 如果你在那个沙拉越的年代那里 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 基本上呢 他们就会选你做老大 做博民变 OK 所以你要记得啊 断辱玛是一般人称他老大的这个名字哦 就是一般人称他的领导者叫断辱玛 像我们称我们的领导者叫P.M. Brandanamandari 总统的意思哦 在比达有呢 他们称他的老大叫Sumber Authority OK 在Kaya Kaya 他们称他的老大叫 这个 Keluna Mare 在肯亚 他们称他老大叫 Berang Lampok OK 在这个 门门门门门闹呢 他们就称他老大叫Mandari 所以五大族群 每一个族群称他老大的名字都不一样 这个要记起来 因为考试会出哦 OK 所以如果你不清楚这个的话 你可以去课本看一下 课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 各位 帅哥 这个美女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沙巴的部落系统有什么不一样 那沙巴的部落系统你有几个要懂的首先呢 他们很注重Adapt 无论是沙巴沙拉瓦他们很注重Adapt Adapt就是所谓的习俗哦 就很像呢我们讲过年的时候不可以乱扫地这样这种习俗啦 或者晚上不要打开闪 不然你会找来一些 OK好 这个就是Adapt啦 就是所谓的习俗 有没有听过你阿嬷跟你讲哦 晚上十二点不要剪指甲 不然 不然 OK 你的指甲就会不舒服 没有啦 他们讲会见到一些不改见的东西 例如看到Alan老师 OK来 所以呢 在这个Suku Saba这里呢 你们就要看哦 他的歌大多叫Oti Oti不是做工的Oti啊 是Oran多的意思 OK你要知道Oti是Oran多 Gitur Gangbong 所以呢 Sarawat是怎样 刚刚上面的Sarawat 他们是选能人意识来做他们的领导人 然后这个呢 选老CockCock来做他的领导人 所以Saba早期呢 他们会选老人来作为村长的 OK 所以呢 村长就会有两个帮手 一个叫Mazlis Gangbong 另外一个叫Dunggang Dunggang Adapt Mazlis Gangbong呢 就是那个 呃 长老会的人啊 就是帮助村长的那个人 然后Dunggang Dunggang Adapt 这个叫李医师哦 这个李医师不是讲死人帮他化妆那个啊 这个的李医师就是哦 很像那个 Dai Keng Zay 这样子的 Yakoko Liangoko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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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叫富菜高白 就是你知道Dai Keng Zay 那个宋家娘啊 他要注意每一个细节 很像王位啊 他们要阶层王位的时候 他们要行到一个礼 要拿什么颜色的刀 要拜倒下 要喝什么茶 这些就是很多李医要照顾 因为他们相信 如果没有照顾李医的话 就会天打雷匹 会死人 OK 然后你看啊 Mazlis Kampong 他的这个用途 就是帮助老人哦 帮助Orang 就是村长啦 来进行很多的仪式啦 那早期这个Saba 他的仪式感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Dunggang Dunggang Adapt 就是所谓的 这个李医师 他就要确保 每一个步骤是做对的 很像我们华人这样子哦 红丝就称红伞 白丝就称白伞哦 所以很重要 OK 同样的 在Masharakab 巴教里面 他的老大的名字叫 Mato'ah Mato'ah OK Masharakat Yang M'amakan System Gesukwuan Yelah Kadazam Murud Dambajau 这三个族群都是Saba的 他们也是有这个System Gesukwuan 最后再重复 Saba跟Saba都会有System Gesukwuan 再来的叫System Badabiran Dambadan OK 来我们看一下 在Sarawa的 他们怎样管理 这系统的 这里呢 老师会 跳跳脚啊 因为很长 OK 然后我再讲重点 Saba早期呢 是自己管自己 然后之后被Bunet 就是文莱所统治的 来我再重复 Saba早期是被文莱先统治先 那么文莱统治呢 分三条河 包括Sungai Graduant Sungai Tulin 跟Sungai Guribak OK 我每次叫他Garibak的 OK 所以呢 Bunet就是文莱统治 Saba呢 通过三条河来统治的 那每一条河呢 都是交给不同人来统治的 分别是Tatuk Batengi Tatuk Banda 跟Tatuk Demengong 这三个Tatuk要背起来 因为非常的重要 他们都是 呃 方这个Bunet 来管理的 OK 我这里大概跟大家形容一下 他的管理方式是怎样 比起 Gensbrook 就是之后管理 这个Sarawak的 这个英国人来讲啦 Bunet 其实有一点乱乱管 他主要就是讲要收碎 Mengutek 出改 那么当时候的Sarawak 人民觉得 生不如死 他们很讨厌Bunet 这个人啊 呃 就是很讨厌文莱的 因为文莱就是一直要收碎 收碎 他们过后就会有造反 so那时候收碎的 这不是收碎 这三个其实是好人 包括 Datuk Batengi Tatuk Banda 跟Tatuk Demengong 那么这些Datuk 就很像我们现在的Datuk 这样子就是有名分的 很厉害的人 或者你可以讲它是Sutan的一种啦 然后刚刚我介绍Sarawak的OT 现在我要介绍你Sarawak的OK 那这个OK是什么意思 叫Orangaya 有钱人 我们叫OK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问你OK吗 你叫OK 然后他就叫Orangaya 他就讲你很有钱 OK吗 就是讲有钱吗 你就讲OK 这样子 OK 所以在Sarawak OK的意思就是讲 Orangaya 有钱人的意思 然后在Brunai 就是在Sarawak的这个文莱 他们也是用这个System Pengwasan Danam的 很厉害 就是讲文莱占领了 这个Sarawak 然后他就跟你讲 Sarawak的人要给我 税收 OK 然后我们讲System 就是我刚才讲的Tatut Datut Datut Sarawak 这些人 然后基本上这个Tatut 是他们的一个传统 用河来分 然后这Tatut 就是所谓的Gradjaan 的意思 然后这些不同的Gradjaan 他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OK 这里有讲到 Golongan Peng Besar Golongan Peng Besar 是所谓的大臣 那么Peng Besar 就是帮助Tatut Tatut做工的 OK 他们也是这个Wakil Sutan Brunei OK 就是他们是代表 Sutan Brunei 来收水的 OK 你看啊 Golongan Peng Besar Peng Besar Mentapil Mentapil Sarawak Dampeng Mentapil Mentapil Sarawak Brunii 就是他们可以 就是他们可以管理Sarawak 可是不可以插手 任何有关于文来的事情 OK 那么我在这里重复 System Gradtu 就是所谓的System Gradjaan 只是我们这里叫Sutan 他们那里叫Tatut 而已 然后Tatut在这里 几个Tatut 什么一堆Tatut OK 然后他们就是要建立Sarawak 跟Sarawak的人 OK 然后我们现在刚刚讲完Sarawak 的管理系统 我们现在Sarawak的 我跟你们讲 5.1基本上没有很重要 可是考试会小处小处一下 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大家就打Aga Agala 这一课非常的长 所以我会讲更快一点 同样的如果要听到非常详细版 非常厉害法的话 记得我们补习班见 OK 这个在Sarawak的 Sarawak的 他们就是也是有两个人来管理的 一个叫Bunai 一个叫Sulu Sulu就是苏联 苏联叫苏联 好了 总之它马来文叫苏联 我忘记它华语叫什么了 OK 总之 Sarawak来记起来 Sarawak是比较小的 Sarawak是被Bunai占领的文来 然后Sarawak是大的 Sarawak大的就是一半被Bunai占领 一半被Sulu占领 OK 所以呢 这个 有人知道Sulu是什么吗 懂的话在下面comment一下 如果我没有记错 它是苏联吗 我忘记了 OK 它华语我真的忘记了 OK 然后在Sarawak呢 Bunai就是管理一样 跟Sarawak一样 它很喜欢收税的 OK 那么基本上 它们用一样的方式来管理 也是用这个 然后在这个Sulu这里 它们也是有达度的 OK 可是呢 这个Sarawak的系统比较不一样 它们有这个Humper的在里面 Humper就是它们有所谓的阶级之分 OK 然后 还有咯 它们Sulu是怎样 在 所谓的文来 Bunai 它 抢这个税收就拿出盖 OK 可是呢 Sulu 它要这个Sarawak给它一个叫Ufti的 Ufti的一些很像那种礼物奖品这样子 其实也是钱的一种啦 就是可能要给它精华啦 Bunai Emmas等等的啦 OK 我用人话跟你讲一次啊 Sarawak被两个走 两个人管理一个叫Bunai 一个叫Sulu OK 两个 然后呢 基本上它就是要 呃 缴它们费用咯 所以人们也不是很爽 然后另外一个叫Sarawak Gatua Bebas 这里我不一一解释啊 我直接给你讲人话 System Gatua Bebas就是吼 谁厉害 谁做老大 当时候很多的周术是没有老大的 所以当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是英雄 你有能力 你勇敢 你了不起的话 你就可以做Gatua 所以它有一个Gatua Bebas 就是自由领导系统 OK 呃 细节不讲太长了 OK好 各位 现在我要讲5.2的精彩时刻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Dynastic Bro 就是Brog的这个时代啦 Gens Bro的这个时代呢 你可以去找 通常我喜欢叫他Gens Spawn 你知道Gens Spawn吗 007 登登登登登 那两把枪的那个叫Gens Spawn 呃 如果你去看Gens Broker的这个照片 其实是蛮帅的啦 呃 Gens Broker我跟大家大概讲解一下 Gens Broker是来自英国的一个人 他不是代表英国军呢 他是自己来的 就是讲他没有under英国的总统的任何一个部分 只是他是一个习惯航海的一个人 他很会管理和就是海上的东西 然后他很厉害的去做贸易跟交易的 所以Gens Broker是一个很帅又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 so当时候的Sarawak人没有很讨厌他 就算他被通知了之后 因为呃 他们那时候Sarawak人一直不停的被那个Bunet给呃 所谓的压榨 所以他们不是很爽Gens Broker 呃不是很爽Bunet的 过后Gens Broker来谈判哦 然后Gens Broker就拿掉这个Sarawak了 所以Sarawak人有一部分人觉得他蛮不错的啦 当然这个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OK好 所以这里就要讲了 为什么Gens Broker会看上Sarawak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里有金啊有银啊有铜啊 有各式各样的好料哦 而且他的矿物质啊大量都很不错 呃其实Sarawak也是有一个patron的地方就是有石油的 为什么文莱这样有钱 因为文莱有很多石油嘛 然后马来西亚有钱的原因我们也是要脱Sarawak跟Sarawak的福 因为他们那里也是有这个所谓的呃石油的 OK这里我blablabla讲了我就带过啦 因为这里我已经讲到重点了 基本上就是Gens Broker他们过来呃这里来帮忙 好现在我要跟你们讲的关于到一个所谓的故事啦 就是请问啊Gens Broker是怎样慢慢的夺取这个Sarawak的 OK这里要介绍几个人啊 第一个叫Sutan Omar Ali Shafuddin Sutan Brunei OK我跟你讲有四个人物来 首先来记得第一个人物 Oma老大 Oma老大的意思就是他是那个呃 Bruni的老大 OK好 我叫好文莱王 OK文莱王啊 文莱王嘞就是Oma老大 这是第一个人啊 细节不讲 然后再来第二个叫哈善叔叔 哈善叔叔就是Bruni老大 他就是这个文莱王子的舅舅 他叫哈善叔叔明白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叫Gens Broker Gens Broker就是帅气小哥哥 OKGens Broker 再来一个叫Tatok Patinky Tatok Patinky叫老CocCoc OK好 现在你了解了有四个角色啊 文莱王子 哈善叔叔 还有这个帅气小哥哥Gens Broker 还有这个呃 老CocCoc Tatok Patinky 好这个故事是怎样来的嘞 OK这里我就不一一一讲了 我直接跟你讲他的故事是怎样走的 OK 呃在文莱的管理之下啦 就是这个呃 Bruni啦 文莱王子咧 就很喜欢去起碎手 就是呢 Chukaiyang Sangatengi 他给这个所谓的 呃 Sarawad很高很高的碎手 然后Sarawad的人哦就很生气啊 你想一下哦 我好不容易种了一个稻米出来 我可能只赚一块钱 哇你要跟我收两块钱的税手 我怎样可以哦 所以那时候这个Bruni小王子 他就一直要求人家给高价的税手 所以这时候呢就压到这个Sarawad人喘不过气 OK 然后这时候这个老CocCoc就是Tatok Patinky就出来了 他讲哼 你们太讨人厌了 你们既然收这么高的税收 我生气气 那他生气气了 过后他就跟这个呃 文莱小王子讲 我们不干了 我们一起罢工 哼很生气气 他就很生气气了 然后这时候呢Bruni小王子就被打喊了 就哦 你们全部不给我税 我哪里有钱 好 我派出我的宝可梦去吧 哈山叔叔 然后这时候哈山叔叔就出来了 就是他的舅舅 他基本上文莱小王子就派哈山叔叔 就是他的舅舅去谈判 就是希望老CocCoc可以妥协给这么高的税收 老CocCoc就讲 我生气气 太高的税收 我不理你 你是哈山哈小 哈山小我都不理你 哦 我刚才讲了出话是不是 哈哈哈哈 然后呢这个哈山叔叔就讲 我求你 你来 呃 帮助我们吧 你们不要不给税收 然后那个老CocCoc就讲 呵 我还是不要给税收 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没有办法哈山叔叔 没有办法 还要找一个英俊 潇杀人士奇才的 James Bros 帅气小哥哥 OK 所以呢 他这时候就去找这个帅气小哥哥 讲哈山叔叔去找帅气小哥哥 小哥哥 小哥哥 求你帮我 对付老CocCoc 求你 然后这时候呢 帅气小哥哥很聪明的 就讲 呵 我才不要理你呢 然后这哈山叔叔就 很伤心 很伤心 然后这时候呢 其实这个帅气小哥哥呢 他是要 然后骗这个哈山叔叔把沙拉瓦的政权交出来 然后之后呢 哈山叔叔就讲 好啦好啦 只要帅气小哥哥帮我对付老CocCoc的话 我就把这沙拉瓦的政权交出来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哈山叔叔这样轻易的 把这个 James Bros 就是把这个沙拉瓦政权交出来 其实哈山叔叔是要骗帅气小哥哥的 没有想到帅气小哥哥一出场 登登登登登登 就解决完了所有的问题 老CocCoc也直接被解决了 就老CocCoc就被说服了 所以你看到啊 这个James Bros帅气小哥哥 真的是很强大的 OK 所以这时候呢 你看啊 老CocCoc跟James Bros是一对了 老CocCoc很喜欢James Bros 因为他觉得James Bros言之有利 嗯 我不生气气了 我觉得帅气小哥哥是有道理的 这时候哈山叔叔就讲 嘿嘿嘿 这个帅气小哥哥真笨啊 我叫他帮我解决 他还真的解决 嘿嘿嘿 我根本都没有要给他挣权 嘿嘿嘿 然后这时候James Bros就讲 哼 你这个出额反额的哈山走狗 看我怎样对付你 啊 原来James Bros他是英国人 然后他就可以跟这个英国界那种战船呢 找那种很厉害的那个呃 战士啊 来跟这个呃 哈山叔叔叔打架 啊因为这个哈山叔叔出额反而爱骗人嘛 是不是 然后过后这个呃 哈山叔叔最后也是把沙拉瓦的政权交给James Bros 啊 所以呢 这个故事就是将不知不觉那个政权就交给了James Bros OK 好 这里是人物介绍 那这里我就要跟你讲 到底James Bros是怎样得到政权的 我讲人话啊 因为这个很农场 呃 要听详细版的同样补习版 因为我这个是复习课 我只是跟你讲重点啊 OK 那么James Bros用了四招来对付这个哈山叔叔 因为这个哈山叔叔实在太奸诈了 好 第一个叫 我谈我谈我谈谈判 呵 我是谈判帅气小哥哥 我是James Bros 啊 所以James Bros有一个很厉害的条件 因为James Bros他是很厉害在这个河上海上来做这个交易的 所以James Bros就跟哈山叔叔谈判哦 第一次就讲 呵 我不理你 然后够哈山叔叔 为了让James Bros帮忙 就讲啊 我交出沙拉瓦的政权哦 所以第一招叫谈判 OK 第二招叫什么 第二招叫威逼利诱 为什么呢 呃 文骨蛋就很像有一点欺骗这样子 有一点威逼啊 James Bros 讲如果你不把沙拉瓦的政权交给我 我是绝对不会帮你对付老哥哥的 然后哈山叔叔就想 呵 那么我就骗一下James Bros吧 嗯 就是这样子 所以直到一骗就没有用了 所以记得第一次James Bros是不休这个哈山叔叔的 第二次叫他交出政权 他才理他的 第三个 James Bros当然不是一个笨蛋啊 James Bros是帅气小哥哥 他就跟哈山叔叔有多次的不讲讲 这是第三招协议 那么在1841年的时候 他跟这个哈山叔叔有协议 所以知道这个哈山叔叔出尔反尔 然后在1824年的时候呢 他也跟这个 Sutan Omar有协议 所以这些是当手的一些协议内容啦 呃 这个考试不会出 可是你要知道有两份协议 在最后一个是最强大的 其实呢 这个 呃 所谓的呃 我们讲的James Bros啦 他有这个叫 Sokongang Kappa HMST Tindo OK 这个是英国战船来的 Tenderalaub British 那么为什么这个James Bros 可以讲话那么的嚣张 因为他是英国人嘛 他就可以跟英国军界一堆军队 航海母舰在那里 看这个哈山叔叔能不能出尔反了 立刻从大狗变小狗 呃 然后就走回他的家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同学们 你们明白了吗 哦 好厉害哦 Anon老师也知道 是啊 OK 所以基本上呢 其实历史没有那么的难啊 只要有一个好的老师带领你 很快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OK 好的 所以呢 我们再接下去看一下 OK 为什么James Bros这么强 这里考试会问的 来 考试会问的就是四个点哦 我该讲的故事是 考试不会一个一个问的 可是如果你有故事的话 你可以直接学完所有东西 OK 那么还有四个点 包括 Rundingan Ungutan Bjangjang 跟Dendara 然后现在我要讲的是 James Bros厉害的几大点 首先第一个 Geggwatan Dendara James Bros有英国航海母舰来撑腰 所以这个Dendara 在军力上面 James Bros是更生一筹的 再来第二个 Menendang Geggpagitan Orang Dendpartan OK 那么其实James Bros那时候啦 当他去管理这个Sarawak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人被送他的啦 尤其是一般人 呃 原因是这样子的 当时候是文莱他们管理的时候 有很多的一般人是做这个蓝努的 就是海盗 就是一只眼睛瞎了 有一个乌鸦站在他旁边那个 啊 你知道海盗吗 就是拿着刀 我是海盗 我要抢你的钱 当时候很多海盗就被送这个 James Bros 因为James Bros的管制之下 就国泰鸛鸛鸛 所以国泰鸛鸛鸛鸛的情况下 很多海盗就被送哦 哇 我们也很打抢 打这样多钱 你突然间坐到老大 我不是够力 而且那时候James Bros也有这个 呃 英国军来帮忙 英国海军来帮忙 管理制度 所以只要呃 就是这个James Bros 会干掉这些一般人啊 同样的有一群一般人 也是不爽James Bros的 他也把他当海盗来干掉 所以剩下的那些人 就是喜欢James Bros的人哦 当然 OK 第三个点就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啊 蛮多人是蛮喜欢James Bros的 因为呃 在这个 嗯 就是 文来管他们的时候 是没有 给他们呃 很好的一个呃 生活环境的 就一直要随手 可是当时候很多一般人 马来人是很支持James Bros的 因为James Bros是管理流方 他毕竟是帅气小哥哥 OK 再来到第四个呢 就是呃 呃他会趁机啦解决了很多的那个问题啦 就是很多的关于到里面那一部的问题 这个我不详细讲 因为很长 然后再一个就是 这门他不是干都够等巴探 亚们的当 呃哥的都概念 OK 他还会去铲除那些不爽 他的人呃 OK 就像 这个 这个 他都把定期啊 帮 阿 什么什么啦 会被 光哦 那么 Jane Sprook的手段 比起英国来讲 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 他没有直接杀掉人家 他只是把他放了个 罢了 就是呃 把那种坏人丢掉丢去别边 而也很难怪啦 因为呃 我们讲 小熊嘛 他不能每个人都帮吗 他每个人都帮 他不是很惨 他一定要铲除一击 把那种 呃 不符合的人给处理掉啊 再来一个叫 在Jane Sprook的管制之下 他的整个 无论是 城堡航海啊 码头 都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状况 有没有觉得这个帅气小哥哥好厉害 然后再来就是 Sokongan Gawang Sokongan Gawang 就是他有大量的金钱 我讲过 Jane Sprook是一个大商人来的 所以他在钱财方面 管理还有 很有钱啊 然后经过他这样子的管理 也迎来很多Aero Bar 就是欧美国家的投资者 在Sarawak这个地方 所以Sarawak 他就瞬间从一个垃圾国家 变成一个超强的国家啦 呃 到今天也是呃 蛮有资源 蛮厉害的一个 走速 Ok 在Malaysia啦 Ok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讲 Jane Sprook那时候签下的一些合约 跟他呃 广泛的范围啦 这里你自己读啊 像1841年 他有侵占 Kucheng啊 呃什么啊 Danjung Tatu Sarmarahan啊 然后他慢慢一直侵占 侵占啊 这里我也是跳过 就是 Jane Sprook 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侵占的 同样的这个看过就好 考试不会出 考试最喜欢出的就是问 他用什么Strategy 还有 他是怎样去管理 就是他有什么强项 Ok 然后这里呢 通常都是带过吧 你可以去读啦 Ok 因为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是带过 Ok 接下来呢 我就要讲 SBOB 统治 Saba的 那 Sara 是给那个 呃 是哈山 叔叔 他们那一堆人 就是 文莱军来控制嘛 然后在这个 Saba的时候 是被水控制 被 Sulu 跟这个 所谓的 呃 Sulu 还有这个 文莱嘛 一般一般嘛 还记得 我该这样子讲嘛 那么 现在我们就要讲哦 SBOB 就是英国的这个军人来统治这个Saba的故事啦 那么同样的为什么他们要统治Saba咯 一样哦 葛珠杆的 具有很多资源 很多很了不起的东西 Ok 我就带过 Ok 葛珠杆 Saba 它分成两个 为什么Saba这样厉害 第一个是葛珠杆的 Saba 很美好的位置 很多中国外国很厉害的游客都过来这里买东西 买东西吃东西买东西吃东西 很像你去旅行这样子 Ok 而且还可以 就是防止这个很大力的烘啊 风吹啊 季后风吹 Ok Economy也是一样哦 就有很多外地商人来这里买东西 像这个 Cina啦 很多中国人来这里 咱们来这里买 多谢啊 买这个杀让不容啊 杀让不容的意思是 鸟窝 也不是鸟窝 是鸟窝 也不是鸟窝 是燕窝啊 对 杀让不容是燕窝 所以那时候中国人也会过去拿燕窝 你知道吗 在Saba Saba 非常多燕窝的 Ok如果有去过Saba Saba的人 记得在下面留言讲 老师我去过Saba Saba Saba Ok 还是有人讲老师 我就住Saba Saba 好不好 所以讲 看我的视频呢 不可以是Saba Saba的 Ok 然后这里有讲到这个 Tamanan Indigo Ok 这个考试会问啊 Indigo 如果是电设的一个电设 你知道吗 红尘黄绿栏电子电设跟这个卡巴 卡巴是那个棉花 Ok 是拿来给他们做交易的啦 这个棉花好 所以就是 不啦不啦不啦啦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啦 Ok 好 我们现在接下去 就是很多人喜欢来做交易 Ok 我现在讲重点啊 SBOB是怎样来抢的啦 还没有在 还没有进来 SBOB进来之前呢 其实SBOB已经统治了两个世界 一个叫布拉拉布安 一个叫布拉巴拉巴安 Ok 这个不重要 我带过就是 他已经统治了两个地方 Ok 这里快速跟你讲一下 SBOB是怎样来骗饭吃的 Ok 怎样来骗饭吃的啊 快速 Ok 本来这个周术是Brunner的 本来是稳来的 Saba Saba本来是稳来的 有一部分啊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 Charles Lemoset的人啊 Ok 这个名字很长的人 他就讲 哎 我可以租你的Saba吗 我租一阵子啦 Ok 我要租一个十年 Ok 明白 那 这个Moses 他就跟这个 呃 文来 呃 王子讲嘞 哎 我跟你租啊 租一个十年 Ok 然后这Moses很贱 他就直接把这个 呃 文来的这十年的这个地哦 就直接卖给JV Torrin 跟Tabby 呃 Harris 然后就跟他讲 哎 你们来这里做生意 来来来来来 Ok 然后来了这里之后哦 这个Alfred 跟Edward Dins哦 他们又来Memaja Ok 他们也是 呃 来到这个Saba Saba的土地哦 Ok 然后 Edward跟 呃 Alfred 跟Edward 他就跟这个Boron Gustave Over Vet Ok 他们不干定 然后就一起 来发展这个Saba Ok 他们感觉 感觉很好哦 然后过后 这个JW Torri 就是又把这个政权 卖给Boron Gustave Ok 这个概念很简单 就很像这样子 我跟你租你的家 我现在去你的家 讲 喂 帅哥帅哥 美女美女 我租你的家 我租五天而已 五天而已 然后我一租你的家 五天啊 第二天我就把你的家 卖给别人 卖给JW 跟TB 卖了之后咧 那我又把这个 那个JW 跟这个TB哦 就是Torri 跟Harris哦 他们就把那个家 卖给Boron Oh my gosh 第三回合卖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第三个 买那个家的人哦 就很像这样子 你去浩浩荡荡 本来今天 太开心不幸 呃 想哭 难受 为什么咧 因为呢 你买了这个家 突然间五天后 有一个人回来讲 哎 这个家是我租的 我租给别人的 怎么你买了这个家 然后你就会很生气 去讲 后这个家 我跟别人买的 这是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家 然后他们就会骂家骂家 你get down 那个道理吗 就是这个 超手他住人家家 然后卖给这个 呃 Tori 然后Tori又卖给Baron OK 就是这样的概念啊 然后Alfred 还有这个Edward 他们就在这里 就是做他们的这个东西哦 做了之后呢 这个国家就贸贸然变了SBOB的国家了 有没有很扯 有没有很扯 对 就是这样扯 就是 一种骗的方式 这就是SBOB拿到Saba的一个方式 嗯 感觉 OK Gence Bro 帅一点啊 OK 这个故事就很偏哦 OK 那SBOB进了这个地方之后 就大力发展整个国家了 无论是Adapt Rasana 人情事故 宗教 法律 所有东西全面改革 然后莫名其妙 Saba就变了SBOB的了 明白我的意思 好 所以呢 马拉曼SBOB SBOB有两个大条件 第一个就是他要发展这个Sarawad的这个Economy OK也要保证当地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权益 所以当时候呢 是非常多人是服气SBOB的啦 嗯 因为他们也是新进来的一个团体嘛 就是这样子哦 好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接着下来呢 要讲关于到这个5.4的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呢 5.2跟5.3哦 5.2是讲Sarawad怎样被骗 5.3是讲Saba怎样被骗 OK 这两个是高超跌 也许要记得5.2考试很长处Sarawad James Brod的考试超爱处 现在呢 我们要讲5.3的就是Bento Ptapirambara Di Saba dan Sarawad 好 现在来我们来看一下Saba跟Sarawad啊 Saba呢 一开始有三小区 然后过后变五大区啊 包括了Sungai Sarawad 山东这里 分成五个区 就是把一个Sarawad很像那个 这样子切切切切切切成五分 明白我的意思 so这个是Berbahagian Vilaya 现在我讲的是关于到SBOB 跟这个James Brod进军了 Sarawad跟Sarawad 他们对他做的事情 OK 详细版同样带过 然后在Sarawad的话 他就是切成十七分 OK 就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Bengdara'an 那些不够的人手啦 所以Sarawad那时候是给Brog family 展馆嘛 那么最大当然是Brog family 可是他们是允许让当地居民来参与的 OK 然后这个Saba的话呢 他就是 那么Sarawad呢 他就分成两个 一个叫Ketua de Agui 跟Ketua de Agui 什么意思呢 Sarawad我刚才讲嘛 Sarawad只有五个 Daira跟Gawasan 五个地区 那么Sarawad比他大很多 他就有十七个地区 那么这十七个地区哦 有很多阿猪阿狗啊 你还记得Sarawad有一个叫Sarawad Sarawad有一个叫Sarawad Sarawad 就是自由领导系统 OK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被承认的领导 有一些不被承认的领导 就是Ketua de Agui 跟Ketua de Agui 那么这两个领导有什么分别呢 第一个领导讲的就是讲这些被承认的领导 他们会呃 怎样呃 呃被承认的领导 他们有工钱呐 不被承认的领导没有工钱呐 就很像这样子的 呃 你是不是这个呃 公司的员工 如果你是正式员工就有工钱呐 然后你不是正式员工 你假装的就没有工钱呐 Des 哦就这么简单 OK 来再下来就是Sarawad Sarawad这里呢 一样咯 有Datu D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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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u的系统从样被走 可是呢这里要讲啊 以前的Bumbasa就以前的大臣或者Datu 他们可以有权利 现在我在讲说Sarawad 他们是有权利去收税的 可是当James Brod啦 就是帅气小哥哥那个James Brod进来了之后 他们是没有收税的 可是他们有工钱呐 明白我的意思 那我问你收税比较好赚还是工钱比较好赚 富裕化啦 这个当然收税好赚呐 明白 因为工钱是固定的嘛 收税就会有多有少嘛 这样子的意思啦 然后同样的 他们蒙的嘎干 云丹云丹云丹 等巴探等 阿达滴达 OK 只要啦 他们就是讲 你看啊 James Brod他管他的国家比较好一点 所有的老大有权利去制定法律 可是有一个条件 你的法律不可以违反西方的法律 打个比如 西方跟你讲不可以杀人 可是你的法律就讲 只要你肥就被杀 啊 所以你的法律是不成立的 你get到我在讲什么吗 意思就是讲 呃 你可以做任何东西 只是不要违反英国的法律 所以你看啊 James Brod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爱 但因为James Brod之后到Charles Brod嘛 OK 然后他就会 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啦 呃 他让人民更多 以上的所有老师知道的历史知识啊 不是我自己去Google找 我是完全是看课本啊 去了解下来的 所以跟真实历史有没有差别 是不是人家喜欢James Brod老师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只会跟你讲课本处的 呃 很多人就讲哦 Ellen老师你讲这个历史哦 很像跟原本的有点不一样 可是我跟你讲哦 马来西亚的历史一直被改来改去 很多是骗人的 我的目的 不是要带你了解真正的历史 因为真正的历史已经被人改掉了 OK 那我的目的是要让你考试拿好的分数 我要你写出来课本要的 我要你写出来教育局给的 有一点不好啦 可是你学历史的目的 你不要跟我讲你是爱国 你是很喜欢 I love the Malaysia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看很多纪录片 OK 老师这也就直接对考试的东西了 你会发现我讲话不讲废话 在我的补习班 我是直接跟你讲重点 考试讲座 还有考试出什么 我直接跟你讲重点的 所以这就是老师的个人魅力 因为我以前读书哦 我的老师很喜欢浪费我的时间 一直讲废话 我很讨厌的 所以现在我做老师的时候 我要直接讲重点 OK 很多人讲我很吃亏啊 哎呀 Alan 你在网上这样子教 不是很浪费做坏市场 I don't care 我不理 反正我有的是料 我还有很多的资讯分享啦 OK 当然可能你在课程上面 听到我这样子讲 是我真的只讲一部分的东西而已 那当然在课程上面 我会教的更加满 更加的足 更加的详细啦 可是不用紧 你看我的视频就当一种复习 谢谢你 阿里加多古杰米 好 其实现在呢 我们要讲沙巴 沙巴刚才我们有讲了嘛 同样的 他们有一个是 Di Agui 跟Dida Di Agui 那么他们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 所谓的团体 包括 就是这个 成的成组啦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有这个法院之类的 同样的 他们呢 呃 有比较好啦 他们的 葛多勒 也是可以 出盖的 跟住人头税来说的 那 这时候我要跟你讲啊 刚刚我们讲 OK 有 Oran Gaia 是不是 这里更厉害 有一个 OK OK 来跟着我念 好棒哦 有没有像 Dora 讲OK OK 是 Oran Gaia Gaia 就是 西北有钱的人 没有啦 而 葛多 阿那 Negari 他们给另外一个封号叫OKK 就是成组的意思 成组就是 他不是有17个Dora 就是很多个部分 然后每一个部分都会有人管理 这个叫Gaia 阿那 多了 那成组的功能是什么呢 收税啊 照顾那个 呃 Dora的 健 呃 就是安全啊 和平啊 还有管理啦 OK 那么我这里已经很快速的跟你带过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System 好 这里我也是很快速带过 啊 这是沙拉瓦的系统 那就是最大的 然后我们有 Marcelis Tertinkie Marcelis Negari 就是有一个全国最高法院 还有一个是 Negari的法院啊 然后他们被谁管制 被Resident管制 Resident就是呃管理他们的人 下面就是把Hagian 到Taira 到Kampong 这叫村子 这叫县 这叫部分 这叫一个大区啦 简单来讲 就是沙拉瓦的管制图 这个图呃 不用背 可是你要大概懂他发生什么事情 OK 呃 因为我看过考试 他会这样子放一个X 一个Y 然后问你X是什么Y 是什么 呃 讲百一句其实还是要背啊 哈哈哈 那是你讲了 很像没有讲这样 OK 再来这个是沙巴 那看到吗 沙拉瓦没有这样复杂 沙巴更复杂 为什么 因为呃 沙拉瓦 他的政权是直接从下到往上的 就是讲 他的当地人民是可以参赦与这个政治的 可是沙巴不一样 那你看 沙巴这个是本来西汉吗 到这里哦 Resident 这里才有一点点参与到 做这有个多阿那刚凤 个多阿那刚凤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成组哦 本阿外大 就是呃 所谓的那种有职位的人啊 然后可多刚凤 村长 所以在这个小部分才有沙巴人可以参与而已的 之外的都是SBOB管理的 毕竟 Janesbrook不代表英国 他是代表个人 可是这是英国的管理系统称称的 那么很多人问 其实呃 英国的管理系统跟马国就是马来西亚原本的管理系统有什么差别 OK 我再跟你讲呃 之前的马来西亚 我们一个苏丹就是一个皇帝顶天下 就是他讲的算 他说的算 然后知道他们出这个什么 恩巴格拉吧 就是有四个管理吗 你看现在马来西亚发展到现在我们有教育部长交通 卫生部长 安全部长 什么部长都有 所以我们的这个呃 管理系统是很广很大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讲呃 之前我们马国的是一对一很很短的很简单的 可是管理的没有那么有效率 可是现在我们分工合作让更多人加入进去这个系统 这是他的差别 好 这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沙巴跟沙瓦他们的政治啦 跟住这个高文就是跟住族群的啦 ok在沙拉瓦基本上有三种人有华人一般人跟马来人 马来人是管理政治的 ok华人是赚钱的一般人是管理这个军事还有安全的 明白 所以这里是基本上那时候他们管理的啦 你可以看到这里啊 ok ok 呃 欧让群呢是用看处跟卡比达的这个可以背起来 群呢是卡比达跟看处的这个是华人的职位 那么华人是管 economy 的 然后一般呢就是等门共等门共是来管这个格斯拉玛丹的 ok 这里基本上是这样子讲 然后现在我要讲沙巴了 啊沙巴一样咯也是有被管理这个本罗龙本阿外达 然后他们有啊 呃 布达萨干 布里布米的沙巴就是沙巴人可以牵涉到局部的这个政治 管理方面的 嗯 没有什么了不起 基本上啊 沙巴的人的权力没有那么的大 好 现在我们要讲关于到本文章啊你要快速带过 哦 ok 沙拉瓦有八个本文章啊 八项啊 八项 马卡玛 Resident有 还有这个呃 马卡玛 Resident 马卡玛 Resident就是呃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法院 马卡玛是法庭的意思 然后马卡玛 阿达一样咯 是给这种当地居民的 这是比较小的这个法庭 那基本上哦 他们有几种法庭啦 简单来讲 沙拉瓦就是一个当地的小法庭 叫马卡玛 阿达在大法庭叫马卡玛 Resident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法庭叫马卡玛 群的华人哦 所以呢 那时候有特别给华人的法庭 很像那个马卡玛 伊斯兰 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他有三种马卡玛 我在重复啊 Resident 阿达跟群的 那么当时的法律没有这样发达 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满街都有法庭啦 啊 他主要是确保人不要偷啊 不要强 不要杀人 这样子而已啦 最主要是这样子 呃里面细节的法 呃 文章文章考试是不会考的 OK 来 我们再接下去 沙巴 沙巴总共有文章文章巴达 跟文章文章登巴达 还有融入西方的这个文章文章 跟当地的文章文章 OK 然后他们也是有一样哦 像是以那种马卡玛麦啊 马卡玛马 马加墨约 就是专门管西方法律的 马卡玛 马卡玛 马 还有被这个 管的 马卡玛 安纳 那个令就是被 被专门 那个 让人 管的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 他这里有三个马卡玛 一个叫马卡吗 哎 两个马卡 sorry啊 沙巴有两个马卡 一个叫马卡玛 马 一个叫Makama Anad Negeri Anad Negeri是比较小的 Mazistric是比较大的 那么基本上他们要遵守的是当地法律跟西方法律 OK 有没有感觉很感动 Oh my gosh 我已经教完了 好的 所以谢谢各位朋友的捧场 然后同学们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 麻烦在下面讲 Alan老师我看到这里了 因为你写这一句话的话 就代表我的视频是有价值的 可以帮助到大家 同样的 希望大家不要讨厌Alan老师 因为我已经尽量的把我懂得教了 然后我这个视频我也不会录太长 因为我已经录很长了 也是讲到很详细了 可是真的课本的重点非常非常的多 OK 所以同学们记得不要放弃要努力要勤劳 告诉大家 Nae的秘诀 Nae的秘诀不是你有什么笔记 不是因为你很聪明 而是因为你很勤劳很努力 你有做自己的笔记 要记得只有自己做的笔记是最厉害的 如果还没有加入老师的粉丝团的话 可以去粉丝团拿 然后同样的粉丝团里面的笔记 会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因为我避免掉一些 可能一些人讲 啊这么你的脑袋这样的那样的 所以我就会换来换去 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我也很希望 我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好啦我就话不多说啦 再一次的祝所有的朋友圣诞节快乐 还有2021年快乐 然后还有什么呢 2021年老师有开补习班 记得 如果你觉得老师教的不错 然后你有经济能力的话 你想要有一个很完善的补习的话 记得找Alan老师 然后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也不用紧的 你就可以看老师的YouTube视频是免费的 粉丝团的资料也是免费的 如果你敢问的话你可以去那个group里面问问题 如果我有时间我也会回答你的 OK因为老师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 好啦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到你废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没有在讲什么 每次都没有完成了 好我们过后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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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